今天是我作为德国自干武的最厉害的一天 因为今天我明白了 不止中国有很棒的毛左 我们德国也有 当然我们德国的毛左不能叫毛左 因为我们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 好可怜啊 不过那些人我们还是有 他们叫极左派 这个极左派是严重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 所以他们今天取得弗拉格福在那边跟警察打起来了 还搞了一些其他的破坏 还烧了一些其他的同胞的车 我看到了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们德国不是很无聊的地方吗 我在这长大了 我告诉你真的很无聊 德国有法治 有民主 还有言论自由 所以一般的德国人如果他对政府不满意的话呢 而且很多德国人都对政府不满意 他可以起诉 他可以发表文章 他可以跟其他人交流 他可以和平游行 他可以投票 让政府下台 他可以叫其他的德文 给自己投票 自己当政府算了 就是you can you up 对吧 但是这样对社会好吗 一点也不好 因为这样其实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折朽部 那些极左派他们懂了 而且他们懂的是只有暴力 才能让社会更好 我相当佩服 不过你可能在想 他们那些极左派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告诉你吧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 他们是为了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他们希望德国的无产阶级过得更好 因为现在啊 如果你是无产阶级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工作 你是穷人 对吧 这样的话 德国国家会免费给你安排房子 而且国家还会免费管你的医疗保险 而且他会免费每个月给你一些零钱 让你花几百欧 就是几千块钱的意思 但是这样你过得好吗 一点也不好 过得非常惨 你想 如果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穷人可能过得跟古巴人一样好 或者跟中国的民工一样好 或者跟朝鲜人一样好 那不好的不得了吗 所以说 我作为德国自干我 我真的说我支持那些极左派 我希望他们能珍惜下去 我希望他们能从自己的身中找一个伟大领袖 一个德泽东 这个德泽东可以让他们团结起来 这个德泽东可以带领他们解放我们的德国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让我们德国人站起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喊德泽东万岁 因为德泽东啊 他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理想